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龙龙大姐实在是太性感了 气质由内而外 那个性感也是由内而外的 导致呢 我在旁边 大家都发现我跟个大叔一样 哈哈哈哈 啊~~ 平常没有对比没伤害 一对比伤害就来了 然后呢 那一次影片下面的留言 哦 萍萍在旁边完全就变成大神了 哇塞 萍萍你一点都不性感 虽然说也是我的特色啦 但是毕竟呢 还是一个 想要散发性感魅力的女人 所以呢 我今天来到一个 超级性感的原创成人展 就是这里 里面呢 很多女生都是我很憧憬的 然后很性感的女性 所以 我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来这个展 去找一些超级性感的女生 跟她们学习如何性感 GO 好 大家那我们已经来到会场内部了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性感的这种东西 是由内而外的 不只是肉体的暴露 所以呢 今天我是要来去问她们说 性感的时候呢 到底心里想的是怎么样才可以由内而外的性感 GO 来 欢迎乔乔儿 嗨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乔乔儿 同为什么女将 但是呢 就是乔乔儿她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种 没有没有没有 课套啦 战术性课套 哈哈哈哈 我很想要访问一下 性感的时候啊 就是心里想的是什么 因为我拍照之前就是这个照片我会先在镜子里面练习 我这样的表情是长什么样 可能嘴巴为张啊 微微的吹气啊之类的 不要让表情很紧蒙 放松啊 眼睛柔和一点 看在镜头的边框之类的感觉 会比较性感的 哦 所以乔乔儿是实战派 那我可以十几七眼看到乔乔儿怎么样的一些性感的pose吗 好啊 现在这样吗 这个味道很厉害耶 这种萌性感动漫字你觉得一定会很美吗 做出疑似可爱但是又有点勾引人的表情 谢谢小条 可以吗 有过关吗 可以可以 我在旁边看了觉得很性感的 我现在瞧瞧就是完美的示范了 不必穿太少 但是也可以散发出勾人的感觉 谢谢 那我现在实际演练 好 对 毕竟我要来学习 我觉得你是看起来性感 但是你讲话就会散发这种 你是童趣的感觉 散发出一个儿童感 哈哈哈 完了 没错 我就是被这样讲 我看起来好像肉体上是 东西的性感 对对 疑似性感 就感觉很像性感的小朋友 好 那我现在就来了 再往前压一点点 然后嘴巴微多 所以一点点起 嘴巴放空一点 我觉得很适合唇欲型的性感 来这边还可以帮我见解我的性感的模式 唇欲型性感 谢谢 那我们谢谢乔乔 谢谢 好的 那我只要找的就是 我之前在外拍圈 一直超级喜欢的一位超级女神 身材好到爆调 那我现在就介绍她 欢迎一期 嗨 哇 欢迎一期 你现在还有在外拍圈吗 有有有 但是我比较少拍了 我比较少拍 因为我之前在外拍的时候呢 其实我一直都超喜欢你的 真的吗 好开心喔 我觉得很漂亮 好的 那 就是比方在摆一些性感pose的时候啊 心里都怎么想 这才会散发由内而外的性感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有自信 就是你必须要先对自己的外表很满意 然后你要从内而外的 相信你自己是一个有魅力的人 这样就可以很性感喔 喔 原来是这样子啊 真的 喔 因为我平常在性感的时候 喔 性感 不性感 性感 你要想像要撩人 要电 懂了 那可以实际演练一下吗 就是教我怎么样有一个 就是性感 然后撩人的感觉 没问题 好 那来 我看了是会脸红心跳的欸 刚才那个眼神啊 整个都是很电的感觉 真的 那我就感谢雨晴 我现在实际演练给你看 老师 是由内而外的性感 放电 我觉得萍萍好有亲和力 没有性感吗 有可爱 好可爱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hold住 我待会儿会继续努力的 我们谢谢雨晴 加油 谢谢 谢谢 好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找 也是我之前在外拍圈一个 超级有名的前辈 真的是红遍全外拍圈的那一种 身高又很高 又很苗条 她的眼神特别的高 欢迎 07Kiki 耶 嗨 嗨 哇 真的很高欸 我要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在外拍圈的时候 我一直都久闻Kiki大名 因为我一直都解决Kiki在拍照的时候 那个眼神很勾 你看你看看那张看那张 对吧对吧 我今天其实就是要来向大家学习 就是要如何性感 等一下就是各位帅哥粉丝们 然后就是要放电就对了 哦 放电 哇 天哪 Kiki的粉丝也太幸福了吧 就是自己在散发性感的时候 都是想着粉丝们 是 好的 了解 那可以直接现场教学吗 就是你觉得我做得出来的一些 性感的pose跟眼神 那我们就先请Kiki表演一下 她们眼神 很近不近 哇 Kiki也算很可爱的感觉 好的 那我现在现学先卖一下 好 然后帮我看一下我好不好 好 好 你好可爱 没关系你有可爱的路线 我也做不出来 不会 也不同 我现在已经被宣告 不是了吗 感谢我们的Kiki 今天受益良多 谢谢Kiki 不会 谢谢你 好的 各位 我们今天来到了最压轴 我最喜欢的女神之一 欢迎希希 好 大家好 我是希希 希希也是之前外拍拳的 超级大大大大 超级知名的一个人 对 不是老妹啦 知名的啦 你相信很知名 也有吓到 因为我之前有拍YouTube的 我觉得今天频道真的超级不容易 超级 各位 请订阅起来 订阅起来希希的频道 今天呢 我自己啊 我想要来学习如何性感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我性感性感不够三秒 为什么 大家可以发现 我在拍照的时候呢 我可以看起来性感一下 可是其实我 母后啊 去看我的拍摄 写真Vlog 都看出来 我性感一下 然后就开始耍耍怪 懂哦 就是那个情绪 就是只有暂时的 对对对对 所以呢 其实我私底下 是一个非常不性感的人 所以呢 就是我想要问希希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是 有什么秘诀 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是 性感的 就是要有一些邪恶的想法 没有啦 这什么劲爆的发言 请问是什么邪恶的想法呢 没有啦 就是可能要把 摄影师的镜头当作是 譬如说男朋友啊 或者是你想要 勾引的猎物啊 之类的 放电啊 对最好是自己 有一些情绪带入进去 这样子 那希希 呈现性感的样子 可以多久 呈现性感的样子哦 应该 可能一两分钟吧 还是一分钟 这个其实算蛮久的 这算蛮久 这跟念能力一样 念能力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们放越久 就表示你越强 那就请希希表演一下 哇塞 好漂亮 哇塞 还在讲 妈妈 我发现今天大家在做性感的时候 其实那个状态是很松弛的 对对 松弛你 你穿到诀窍了 我穿到诀窍了 肢体啊 肌肉啊 其实是很放松 很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 其实就是像拍照一样 你会有一些定点的pose嘛 那你就是要去想说 怎么样从这个pose 到这个pose 到这个pose之类的 要丝滑 对要丝滑 感谢希希 我觉得受益良多欸 我回下来实战演练一下 哦好好 也也赞 好来吧 哦变可爱了 变可爱了吗 刚才看起来是OK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那个情绪在继续保持住 其实我完全懂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做的时候 也有点尴尬 就会做到一半就很想笑 我觉得这样也好啦 你不要来抢我饭碗 没有 希希真的太性感了 那我平常也不是种子种啦 就是比较是 比如说要卖东西才会比较性感的 我平常还是很清纯的 真的假的 那我看一下今天项目是什么 那我可以体验一下项目吗 那你也认识在什么互动 柴套柴套 好 林瑞瑶擦玻璃 OK 来各位 如果想要看互动的话呢 到会员影片来看 我会拍一个会员影片给大家看 因为毕竟 都蛮大好的 好的 那我们就进小房间 我可以坐 不会吧 白胸 可以送你送你 女生才可以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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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各位 评评今天的性感学习课程就到这边结束 刚才在西西那边我表现的应该还算可以吧 我觉得性感这种东西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一面的 因为我觉得性感是一个很美好的状态 它可以让别人被你吸引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性感这种东西就是一定要具备的 所以我今天才会想要来学习 应该算是有收获吧 应该算有收获啦 那以后大家就是应该可以有机会多多看到我性感的样子了 所以性感其实不是穿多肉就是性感 我觉得性感就是由内而外 那说我这样子可爱可爱是特色的人 也超级感谢你们的 谢谢你们喜欢我 那我们今天性感学习第一集就到这边结束 我是皮皮芒芒 我们下次再见 你自己不觉得你性感的话 我们这边也没有用了 喔真的吗 对啊 那你觉得我是性感的吗 超性感的 对啊 哪个鞋都给我买 谢谢你 直播 虽然直播有时候跟不上 没事 没事 你直播太健康了 以后多跟直播 尽量 我也尽量 好的 好的 不麻烦你们的工作 好的 谢谢 拜拜 można忙 好的 谢谢 她说我性感